发展之后说明有潜力 有潜力就投资合作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条 第二呢就是 政局是总体上稳定的 社会的各个领域啊 各个宗教啊 各个团体啊 各个民族之间呢 总体是比较和谐 政府呢是高度的重视国家的 中长期的规划和发展 特别是战略领域的能力的提升 对基础设施 科技 这些和这个加工制造的 这方面的投入和重视啊 都非常高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情 也有每一届政府 都有它的政策 首先一个就是 一个政策的稳定性 新的政府就从之后 无论是现任政府的继续执政 还是说新的政党 上台执政 它这个上一届政府的政策 会不会继续保持 会不会有调整 会不会有变化 这个对企业的投资啊 还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另外呢 在具体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啊 也还要面临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 这些呢都是不同程度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侧面都会对企业的投资啊 构成一定的挑战 比如说技术设施 你说要涉及到政绩拆迁 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复杂 难解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劳工的问题 他们非常希望更多的聘用当地的劳工 尽可能减少外来劳工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提升解决当地劳工的就业 同时提升当地劳工的技能